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点是要画吗 还是怎样 没关系 全部都来一份 好 谢谢 全部都来一份 尤其这个羊肉要多一点 平时喜欢做饭 这个兴趣是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吗 我们其实没什么娱乐 出去唱唱歌也不唱 平常工作已经很多了 跟朋友出去喝喝酒 因为没手机有时候常常找不到人 在家做饭其实也是乱做 就是书压嘛 很难去排遣这种没有通告的时间 我觉得这也太好了 要不吧 就是你太有目的性地去这个学做饭 还会觉得当一个负担 就觉得哎呦 还得做饭这么累 但你会觉得成为一个书压 甚至也是一个娱乐的方式 就是去钻研一道菜 然后好好的做 把它好好做好 然后开一瓶红酒 慢慢做 慢慢做 反正最后也没人知道好不好吃 那你就很善于研究一些你特制那些菜了 对 对对对 有兴趣的 倒并不是那种买来菜谱 然后按照菜谱一样一样来 我会买菜谱 但是我会 改良创新 乱搞一下 东加一点西加一点 反正没人知道 关键是乱搞一下这个味道怎样啊 有时候 那个会蛮不错 出其不意的效果 对对对对 有时候就真的不行 就是要乖乖的照那个 而且现在资讯取得很方便 有视频 有书 有网路 大处都可以教你 所以学做菜不难 只要有心 其实吃东西只是一个媒介吧 大家都是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聊天 聊天重要 大家相聚 喝点东西 然后吃点东西 聊聊 聊聊其他人的八卦 然后 这是最好的一个感情联系的方式 学会厨艺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偏德 自己可以享受自己的美味啊 是 现在开始觉得做菜有一个后遗症 洗碗洗盘子 别人不愿意洗碗洗盘子 据说你还可以是吗 没有 你在做的过程之中 就要把它收起来 就是当你这个菜做好的时候 你所有的碗盘什么 都已经是 砧板什么 全部都洗干净了 那我觉得这个还挺特别 尤其对一个男生来说 通常就是男士一下厨 家里就成一个战长一样 就是 放的乱七八糟 那就是说你在做的同时 你已经井井有条 所以就是 趁这个时间 你的这个做饭的现场 会非常的舒服 谢谢 二腰 这是什么呀 二腰 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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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震的这个鸡翅 好的 哇哇哇哇 谢谢谢谢 这个是忽略被耳腿的 哇 这个一定要先尝一下 一定要 好吧 肯定要 先来一只原味的 对原味的 怎么样 当然好吃 这一定好吃的 当然好吃 全归你了 真的吗 嗯 客气 对 我觉得吃饭也要拿出这个 爷们儿的这种风格 是 碰到相信的人 就多说一点 碰到讨厌的人 就讲话 就少说一点 很简短 嗯 是 不是 你的生活 你的经历 你交了朋友 你吃的东西 挑整形的医院 都会关系到你的脸长成什么样子 对 快要生气的时候就想个十秒 还是很气那就飙了 想要出人头地嘛 就是这样 就是很简单 就是想要出人头地 就是这样 要记得哦 好 好 有没有微信 等一下 艺人有的时候会戴着面具 会啊 有时候面具是保护自己的 作为一个艺人啊 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 经常去参加真人秀啊 综艺节目 有点不务正业 这一点你认同吗 无所谓啊 随便他讲 那是大概是眼红吧 对 性点餐和吃饭的风格 可以说是很爷们儿 这跟他新专辑的名字 大爷们不谋而合 大爷们是信的第八张个人专辑 被视为最爷式风味的一张专辑 但在刚列中又带有一点玩性与豁达 我觉得这是信鲜明个人风格的体现 他身上一直兼具 Gentle和Monster的两面 其实这个大爷们儿还跟这个北京话爷们儿有一点形 是是是是 所以你这个起这个名字应该也跟这个有关系 是 当然如果只是那个大爷们儿 他可能就是一个我一个个性的传达 嗯 大爷们儿可能就是会大一点 是 成立了一个门派的感觉 门派 那希望大家Welcome to my world 对 我的音乐一直都是想要传达这样 有力量的东西 有力量 很酷酷的 然后很豪迈的 最主要是也不太啰嗦 嗯 我又是一个那个不拘小节 然后我大爷们儿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 不拘小节也不太计较 然后做就对了 嗯 这一是你一贯而来的这个风格是吧 是是是是 我一直都是这样 心里有一些话想说的好的不好的都会在专辑呈现 那平常就是做人就是开开心心的这样子 你带来专辑了 有有有有有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专辑这封面设计也是有很严美的感觉 是 就它这个颜色黑灰这样 是是是是是 就把那个能看的地方露出来 嗯 能看的地方就是头发啊 对 说到头发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 你对头发还真是很有一种执念 嗯 就你粉丝总结了一下你的这个 这个造型哈叫衣服随性穿头发随便染 对啊 我不太受拘束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对 然后想剪就剪想流长就流长 对啊 想剪到剪真的你看这是一个过程 开始是有一个板寸 中间那两张哪个是更早一张呢 应该是右边那张白色衣服 就是它还好 然后那一张左边那一张就剪得更短了 对对对对 就完全是那种板寸的感觉 是是是是 对 我还蛮怀念的 大概这两张是在哪一年的时候还记得吗 那应该是05年吧 哇塞好久啊 05年演唱会的时候 而且那个是前一天还是长头发 是啊 然后就很叛逆啊 当天晚上彩排完我就去把它理掉 嗯 升降台一起来大家都傻 嗯 当时要理成这么短 你是有什么具体的事吗 刺激到了吗 还是就想要理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单纯觉得 那个演唱会换衣服好麻烦 哦 在那个串场的时候还要拿吹风机 哎呀哎呀剪短比较快 重点是我的唱跟歌 不是我的头发嘛 嗯 对啊有时候会演唱会 当然大家有各自要要去关心的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把那个焦点放在这上面 所以就干脆把它剪掉 然后你还有一个更叛逆一点的 就剪得更短了 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剪短很舒服啊 早上起来洗完澡播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都好 你看艺人在装法跟交通的时间上 其实浪费的很长一段时间 嗯 只是我能够在这上面能够能省就省 但是说头发随便染 你看这个红色演成这样这么鲜红的颜色 这是什么时候啊 这个是14年的时候吧 嗯 也是演唱会 也是演唱会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你在演唱会的时候 嗯 这个更随性一些 更想在头发上这个做点文章 对啊 这台上啊 希望它亮一点 嗯 但是刚刚你说的 剪短是为了节省时间啊 可是你看染成这些颜色 就要花很长时间的 我还查一个资料 染成白色 要六个小时 是不是 六个小时 金色呢 三个小时 你要先褪色 褪色 褪要褪很久 对 头皮 哇 很像那个蚂蚁在钻 这样 是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染头发 跟头发过不去呢 那也是一种 紓压的方式 嗯 也是一种紓压的方式 就是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啊 就是 做这个搞 搞自己的头发 让自己开心就好了 做一切都是要让自己开心的 哦 最近这几年来说 我觉得你对白色 还是挺有这个情节的哈 有的时候 是那个白色 有点金色 它是戴着头套 是吗 对那是假发 在一个发布会 嗯 然后我就说 哎 你来弄一个假发好不好 因为前天 我的头发还是黑的 嗯 然后说 我染头发来不及 而且没办法那么长 它是假发的那个 样子还蛮像的 真的是啊 所以跟你当时那张专辑的名字很契合哈 你要不说当时肯定没有人觉得是这个假发 也就是你随性就去染了 是是是 然后很多人就反正我是信了 对对对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那这次呢 这次为大爷们 为什么又就是想染成白色呢 就随心所欲啊 在做造型的时候 做一点不一样的改变 对 白有个好处 嗯 就是 它 什么样 样子都是成立的 嗯 对因为它颜色已经非常强颜了 是 所以你随便弄都可以 嗯 大爷们收录的十首歌中 除了说说脸之外 其余歌曲均由信一手包办词曲创作 其中主打歌 京都南是信写给自己的新挑战 不仅是演唱难度系数的挑战 更是一种自我剖析和审视 京都南来自台语 之前在信的微博中也时有出现 现在它常常以京都南自居 那因为常常有人问我京都南是什么 我就觉得哦 就这样啊 嗯 其实京都南 人格多变 性格多变 嗯 唯一不变就是 就是就是我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最近1月3号的这个解释 其实你应该是对这首歌的一个特别的解释 是啊 京都南用时间和火气 静字 再用内心累积滋生的微生物发酵 然后用压抑装筒 最后让太阳晒 这个叫心露 像鱼露产生的过程 一样够味儿 一样深刻 而且难懂 哎 它怎么这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一样啊 我刚才说了 我听你的专辑就是很深刻有味道 但是难懂 对我听一听就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自己写 那看来我不是个例 我以为我自己是个个例 我自己写一写 常常会这样子 嗯 写什么东西 就是你自己写完的也未必自己是很懂的 对啊 有时候写东西 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写什么 其实我写歌蛮快的 写的真的蛮快的 只是有时候就不知道在写什么 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不知道在写什么的时候 的东西是很自然的 嗯 所以我就觉得写歌这种东西 随心所欲啊 自己 然后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 自己的想法 呃 想要说说东西的方式 嗯 都随便 对 但我觉得创作的人 他肯定要 呃 内心要比较丰富哈 你才能去写出来 呃 而且因为这一张专辑里面 只有一首说说脸 不是你的创作 嗯 其他的呃 那些手都是你创作的 是是是 然后我记得就是15年的这个 反正我姓了 其实有两首不是你创作 也大部分都是你 嗯 所以我是觉得 你应该你是一个创作量 比较大还满丰富的 嗯 就尽量啊 尽量的啊 想到什么写什么 那有时候比较懒惰一点就 主要是我也能唱 懒惰一点就唱别人写的 那有时候常常别人写的 帮别人去诠释这首歌 另外一种完全当歌手的感觉 也不错啦 但是16年 其实你的工作量还是很大呀 除了正常的演出 然后我是歌手 再加上这个上真人秀 所以你还能有创作出 这么多的歌曲 我就记不住 还是要表扬你的 这都是用什么时间来去写歌呀 写歌有时候坐飞机 写词的时候坐飞机写 我以前很讨厌坐飞机 我这些年很爱坐飞机 而且我希望时间能够长一点 在上面可以完全不受打扰 然后你想看片就看片 想看书就看书 想看杂志就看书 想听歌就听歌 吃东西然后写东西 如果我坐去欧洲 我有12个小时 可以属于自己的时间 就蛮好的 有一个小空间 然后这样慢慢 所以现在飞机上 承认你这个创作 最多的这样空间 算是其中一个 再来的时间 就是在家 因为在家里有乐器 乐器的话会比较有帮助的 帮助蛮大 可以直接把心里想的东西 化成现实的东西 其他的时间不太可能创作 都在喝酒 是有多爱喝 又喝酒又玩的时候 还有创作这么多歌 到处旅游都在喝酒 所以这只能说明能力很强 这是变性在夸自己 你说我又喝酒又去玩 然后还有这么多创作的量 没有啦就是我这只是要表达说 玩该玩 然后做事该做事 两样都极致一点 拼命赚钱拼命赚钱 然后老了再发现 什么都没玩到 或者是拼命玩拼命玩 然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些 好的值得的价值作品之类的 也不对 所以两样都做 通常你在创作的时候 比如说记录灵感的方式 你是用什么呀 是用你的那个iPad吗 iPad iPad 是吧 但是据说你在iPad之前 你是用什么记录 你还记得吗 用那个 录音笔 录音笔啊 录音笔之前 你还用过这个卡式录音机是吧 对对对对 后来被人说有点老土和过时 然后终于换上这个录音笔 找不到 这个录音笔也找不到了吗 找得到了找得到了 据说人家 我是说那个卡式的 这个录音笔现在还在你随身的包包里吗 我今天没带包包 为什么你都开始用iPad来记录自己的灵感的方式 然后录音笔还放在包包里呢 如果你不带包包 录音笔很方便啊 口袋里随便塞 然后有时候一个想法 不见得是旋律 有时候是一个做事情的想法 或者是听到别人说什么很精彩的东西 然后回头 会这个故事不错 自己走在路上 狠狠时间 很辣 又会他们在点菜 我觉得我出去外面一下 我就在那边 狠狠时间 但是现在其实看这录音笔 已经有十多年了吗 在手里买了 差不多吧 十年以上有 因为从那个按键上 都已经有了磨损 但是经过这支笔 记录下的这个灵感的歌曲 是很多吗 现在连 蛮多的 几十首 对 几十首 现在连这个 叠都没有 叠都没有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个专辑 各位同胞们 专辑 我现在是转行当古董商 就是古董 就是古董 我有一天在家里 想要听歌 我发现没有播放器 天哪 以前电脑旁边还有 可以插进去 像Apple的那种大电脑 也没了 是 然后我找CD Play 找不到 就觉得 哎呀 真的时代变了 对 科技在进步 现在用这个 也没有 都用USB 录在里面 信自认是练旧的人 不仅对物件 对人亦如此 他的朋友中 老朋友居多 他喜欢跟心胸坦荡 不拐弯抹角的人交朋友 而这些 有时都会写在脸上 就像说说脸 这首歌写的那样 脸是一个人的门面 透过脸 我们看见自己 也观察着别人 你看人 外在的这个第一印象 很重要吗 是是是 像有形声 这句话这些年 特别有感受 对呀 常常接触到的人 其实还没开口 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 那个不怀好意的 常常会这样 每一个人都要为 自己的脸负责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脸 你的生活 你的经历 你交了朋友 你吃的东西 挑整形的医院 都会关系到你的脸 长成什么样子 对 所以这蛮有意思的 那如果你要接触一个人 就是你看他的脸 你会更注重他脸上的 眼睛吧 对 眼睛 绝对是眼睛 眼睛能看到这个人的内心 闪闪躲躲了就 嗯 就大概知道了 对 其实说说脸 我还看到一种信息 如果从艺人的角度 就是艺人有的时候 会戴着面具的 嗯 会啊 会啊 有时候面具是保护自己的 是 对啊 那 我都经历过啊 各个阶段 嗯 全心全意的 掏心掏肺 装样子 装到底的 各种都有 可是你都会 接受到不同 不同程度的反馈 那那些反馈 有时候会有 会对自己是有伤害的 我觉得 适度的就是 让自己有一点保护色 是还蛮好的 现在的这个阶段的保护色 你觉得更多 现在啊 现在就是 碰到相信的人 嗯 就多说一点 碰到讨厌的人 就讲话 就少说一点 很简短 嗯 是 不是 所以今天你说的还蛮多的 必须要喝一杯 来 是不是 哦 喝这个好了 对对对 趁这个机会 赶快再来一串 太好了 你一定要多吃一点 对对对对 对 不要那么 顾着聊天不好意思 顾着聊天 是 没有 但毕竟做节目吧 顾着聊天 我们这个不是偶像派 是实力派啊 没有偶像包护的 是吧 所以刚才说这个面具呢 我觉得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啊 说戴着面具就是不好 因为我是觉得 艺人也是人 他可能在比如去演出的时候 去做节目之前 就可能经历了一些 比如说不是太好的事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把 这种不开心在舞台那一刻 又不能挂在脸上 是 嗯 所以适度的演示也是对的 可是我常常挂在脸上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 就是喜怒行一色 这样就蛮常常得罪人啊 就是你自己很爽 后一阵就是得罪人啊 那这个人会改啦 所以就随着时间 总是要修正自己 你怎么没有老是这样子 然后拿着 就像你说 拿着真性情这件事情 来当做理由 让自己没有办法变得更好 这样是不对的 会改啊 就尽量快要生气的时候 就想个十秒 还是很气 那就飙了 哦 那至少 比以前多了这十秒出来 以前就是直接就 东西就K过去 或者是骂了 现在就想 好再想个十秒好了 再不看他 再想十秒 还是忍不住 大家都会有这种脾气 但脾气改 就是从这个十秒开始 慢慢慢慢慢慢 对 就是分层感很重要 因为我是觉得 艺人他也是人 他还是应该有棱角 有个性 不能太严滑 什么个性都没有了 那这个人我就不可信了 但是呢 个性太极端的话 也不是太好 所以你这种修正的方式 慢慢来 慢慢来 但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 据说是不是最近在机场上 看到有人插队 你直接把人拎起来了 对 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感 因为你的身高很高 直接就拎起来一个人 我最讨厌人家 就被人家插队了 因为大家排得很长 突然就好像没事一样 我以为是他们两个是认识的 我就问另外一位说 这是你朋友吗 他说我不认识他 保安插队 把他领走 那你觉得拎的那个人 他应该知道你是谁 我不管他知不知道 因为其实工作人物这样做 其实不太好 可是我觉得就很气 你刚好在我面前 然后我又很气这种事情 哇理直气壮 我就觉得 哇这很难忍 对 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态度 如果说个性上有时还可以忍一忍 但态度上性一直不祥人 所以他就写在歌里 比如他看不惯占卜算命 自欺欺人 就写了掌文算命 用嘲讽的文字叫醒装睡的人 他觉得命运该由自己操控 这一点他有切身的体会 入行前他坐过出租车司机 当过灯柱 开过火锅店 卖过咖喱饭 事业的轨迹几度偏离 但是2002年 他最终签约做了歌手 当时的他已经过了30岁 但我觉得你表达一种态度 就是说 其实人生虽然是有宿命的 就有一种说法 说人在出生的时候 其实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但是并不是束手无策 就屈从于命运的 其实你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当然 是不是 当然一直都是这样 我从来都不觉得命运是定 几十亿人 每天都做不同的事情 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命运 怎么可能会定在一起 我现在跟你多聊两句 就是蝴蝶效应 我等一下走下去 碰到的人 车子过来 都会完全不一样 多两分钟 多三句话 整个下去的时间点 碰到的人事 我都会完全不一样 怎么可能会先 你怎么可能可以在 一件事情里面就把它算出来 是 我才不信 所以就是其实人生中 有很多的偶然 就是这些个偶然改变了 可能最初的那个 命运的那个轨迹 是 其实应该自己掌握这个命运的这个手 是吧 我觉得建立自信心很重要 然后要有一个很执着很执着 很坚强的那个意志力 这点非常重要 但这一点一定不是你 就在这空口说的 一定跟你从前的这个经历 成长的轨迹有关系 是不是 也算是啦 那就想要出人头地嘛 就是这样 就是很简单 就是想要出人头地 就是这样 包括你最初那么喜欢唱歌 但是其实命运并不是说 那么眷顾你的 你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历程 甚至有的时候都改变了轨迹 不再唱歌 做唱歌这件事了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还要告诉自己要坚持 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就是不认输而已 那时候纯粹就是 就是不认输 对啊 凭什么啊 凭什么 凭什么输啊 但有的时候 就人的比如打击经历的多了 他可能 他不是说你主观上告诉你 不认输的 会会会会 环境会告诉你 对 环境也会让你屈从会妥协 对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 最初的 出道之前那些不顺 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吗 有啦 一定会有啊 幸运的是 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当 我离开我要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非常的辛苦跟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就赶快再回来 即使我刚开始在酒吧里唱歌 也不是很如意的时候 就是 但是我做这个事情是很快乐的 对啊 然后很庆幸我很早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 当没得唱 然后去做别的事情 会觉得 哇 这个环境我可能没有办法出头了 然后去做了一些 很多 比如开火锅店什么这样 火锅店打过灯光 开过出租车 所以有的没的事情 我就觉得那些事情 对我来讲我没有那么开心 我还是要做做音乐是最开心的 那就继续吧 所以这点其实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呃 你首先要坚定 就像你一直知道 我肯定会做成歌手的哈 但是可能这个过程中是 暂时的有一个偏离 但是做这个过程中 也不要自怨自艺 或者是纠结不开心愤怒 你要还是暂时把暂时做的那件事 也要做的开心和快乐 然后常常每天每个人都会 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歌 跟太多的人告诉你 要努力的追寻梦想 但是很少有人告诉你追寻梦想 失败以后的代价 哦 然后这个过程你要付出什么 你要对啊 我觉得哎呀 这个以后多写一些这种东西 对啊 让大家觉得 我投入这些事情 觉得值不值得这样 因为可能他在同时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追寻梦想 他有很多好的 其他的更好的选择去 改变他的人生 他不要他为了要追寻梦想 可是却要放弃这么大 这么多的东西 值不值得 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书 或者是这样子的歌 或者是这样子的人来告诉他 甚至于是这样的节目来告诉他 我觉得比较客观一点 当然追寻梦想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可能是金牛座的关系 还比较执着 有点轴 是吧 对 就是要实际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的歌 也能成为别人在困难 或压抑的时候 一种鼓励的一个力量之一 这是你作为歌者和创作者最开心的 最荣幸的事情 也是最觉得骄傲的事情 因为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朋友来说 就是他可能快撑不过去 然后听听歌 那就是我们的作用啊 是啊 对啊 我们就是帮人家抒发情感嘛 对啊 而且我是觉得曾经的一些困难 低谷和挫折 当你真的有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是你再回首 那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财富 宝贵的财富和经历 是是是 也会给你的创作带来这种源泉 那当然啊 创作是需要练习的 它除了有生活经历 然后有一些医药的技术之外 它真的是需要练习的 就是像每天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一样 就是要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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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变成两个月写一首歌 变成一个月写一首歌 变成一天写两首歌 很难听没有关系 就是练练练练练练... �н承喳 真的是这样 在第三季我是歌手静眼中 Somehow 作为首发歌手出战 有评论称 他是这一季做出尝试最多的歌手 演唱过李文的经典歌曲《刀马蛋》 改编过热门神曲《江南style》 也深情放纵地演唱过 蝎子乐队的《Steel Levin' You》 很多人看了《我是歌手》 对姓陆转粉 在被淘汰那场竞演中 他选择了一首悲凉的末班车 尘埃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 虽然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 但他说一定要把态度唱出来 王熙 踢管成功 我们亲爱的信 名列第七 遗憾离开 然后末班车又很应景 当时的那天离开的感觉 我们那天晚上 大家整个工作人员 同事在我房里真的是 哭了吗他们 他们哭惨了 他们哭的是你呢 我就在旁边还讲笑话 讲笑话给大家听 都默默无语了 哇 那个气压超低的 摔门的摔门 哇 大家都很气啊 可是那个是败给自己的身体 那没有办法 但是就你能上我是歌手 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因为据说他们之前也在找你 是吧 因为之前在你参加这次之前也帮唱过两次 是是是 所以最后你说服自己要站上这个舞台 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算是一种那个真正 真的是找回内心那种对一件事情很上心 哦 明白 对 对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出道的时间长了 对对对 其实唱歌有的时候容易变成一种行活啊 对对对对对 凭经验就可以唱了 对对对对 但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 就每一首你都要用心去准备找个初心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这来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当然啊 对啊 所以不是 所以大家都怕输啊 反正就是身上会的全部拿出来了 那你不怕输吗 其实我很佩服 对啊 我很佩服能去参加这个比赛的人 每一个都怕 公布名次的那个时候 虽然每个人极力在演示 但是我还是能 似乎能看到每个人心里的前台词 那时候真的 那个时候真的很想把那个 把红老导演给掐死 对 他每次在那边 嗯 他经常这个对 大喘气 在左边在右边 所以就是上之前 肯定每个人都有怕输的心理 但是决定之后 怕输的心理 不是就消失的无远无踪 没有 每期还是伴随着的 更巨大 嗯 输就输 输了就脸很臭啊 哎 对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特别真实的 对啊 脸很臭啊 那哪有人输来 开心 脸很臭啊 那怎么办呢 就一直调试啊 而且隔天马上飞回台湾 继续编曲下个礼拜 嗯 那过三天又要出发了 哇 那真的 好刺激 太好玩了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 这样的一个舞台 的确是关注度非常的高 是吧 很吸引人眼球 就是那密集的那三个月 坦白说可能要比你平时 做一年的事 这个被关注度都要高 当然 当然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 一个很大的平台 然后也是一个 我觉得 以前我们都会讨论说 都没有一个好的节目 让歌手去 可以表演 可以唱歌 可以 可以 去受到关心 都是综艺节目很多这样 突然间有一档 以唱歌为主的节目 刚刚我后来想通的是这样 那 他的器材设备那么好 他的关注度这么高 那你到底不去的原因是什么 嗯 只有一个 怕输 怕输 哪有人每次都是赢的 你总会有输吗 那你输了之后 你有没有 重点是你输了之后 你有没有从输的中间去 学到一些 学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认清自己一些东西 原来我去比了 我输了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离观众这么远 原来我做的音乐是 不是那么的大众 原来原来原来 点点点点点 很多很多 去了才知道 因为上了歌手之后 我也感觉你的微博上 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 评论也很多 有一次你说 有个一万的评论 你是 就是说 你有了微博之后 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多评论 第一次的破万 吓死我了 从头看到完这些评论 是吗 对啊 从头看完快要爆炸 眼睛好酸 边看边哭 哇好感动 怎么那么多评论 长那么大 没有看过那么多评论 其实我是觉得 这些年你有很多的改变 因为在以前我会觉得 唱歌就是你的全部 是不是 是 对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 你看参加歌手的比赛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你不同的一面 还有就是去年你很忙啊 参加了综艺节目 还有这种这个真人秀 是 花样男团 是 当时是怎么个想法啊 也在犹豫吗 还是很痛快就 OK啊 OK啊 旅游节目耶 可以去那么多地方玩 有什么好不去的 然后那一群人都是没 没不认识 然后可以认识 新的朋友 这么多 对不同领域的 的佼佼者 然后 丰富自己的 的人生啊 因为 能去的不容易啊 又可以赚钱 多好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 就觉得 作为一个艺人啊 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 经常去参加真人秀啊 综艺节目 有点不务正业 这一点你认同吗 无所谓啊 随便他讲 那是大概是眼红吧 对 对 就是觉得 风凉话大家都会说啊 对啊 那做 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被这些影响 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对 那从2002年吧 应该是正式出道 到现在17年 15年过程了 是是 今年有没有特别的 纪念的方式啊 没有 15年呢 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天哪 这是15年前的照片 是15年前的吗 转变还真大 真的呀 天哪 真的是 这是吗 是啊 很久 十几年前啊 好偶像 天哪 想象肉的感觉 很鲜的 还可以 为什么看到自己 这么鲜的时候 要吃点东西 不想看 如果要对 15年前的自己 你说一句话 隔空对话 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年轻真好 这是肺腑之言 但人家说 男人其实 年龄也是比财富啊 男人40还一枝花呢 60都还一枝花吧 对 我不会有压力 尤其我们这一行的人 应该是要更有压力 可是对于你光问我 我没有压力 为什么常常有人会说 你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我的实际年龄 我说你就把自己当小孩就好了 所以我听我们节目 组有一个人对你的评价 说你现在看起来 仍然很幼稚 你不觉得幼稚是不好听的话 不会啊 我就觉得这样很好 对 你处理事情不要幼稚 你面对事情不要幼稚 但是你把自己 平常弄个像 就很幼稚 你就 日子就很轻松 然后样子也会很年轻 这是真的 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 你就把自己当小孩就好了 你处理事情不要幼稚就好了 很多人都是反过来 外表真的很老成 处理事情超幼稚的 这种人大部分都是 你自己去看 对不对 对 练有刘成军 不仅热爱旅行 而且从事的职业 也都跟旅行相关 他是北京人 所以对信演唱的 One Night in 北京 情有独钟 因为我是在北京出生的 在北京长大的 当然很多年以前就离开了 我已经离开好多好多年了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都能够想到我们北京的朋友 想到我们北京的 这些难忘的夜晚 所以这首歌 我唱起来应该是很有感情的 他也很欣赏 信说走就走的生活方式 信我觉得很酷 它代表着一种风格 代表着一种精神 我也是一个酷爱旅行 感觉好像有机会 周游世界的这种感觉 非常想跟他切磋一下 跟他去去见 虽然Leo和Sing是第一次见 但两人很有缘分 Sing最喜欢去的国家是法国 通常一年要去三次 而Leo是在法国读的大学 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 所以我也蛮想知道的就是 你要去旅行的话 你会选择 跟谁去重要还是去哪里更为重要的 两个都很重要 两个都很重要 但去哪里是还好 去哪里就是没去过的 但是像你巴黎也去过很多次 所以这个还是有情节的 为什么还会 那个是特别爱的 然后当然你会去很多国家 你会选择一个比较 跟自己气味相投的 然后你就会想要多去几次 然后了解他 因为我刚开始去巴黎 可能是去十天 后来变成二十天 后来去常住变一个月 然后就从住酒店 到变成住那种AMBB 就是可以住很长时间 就感受当地的生活 已经不是一个游者的心态 对对对 游者的心态 骑个脚踏车 然后白天出去晃这样 然后可能试着去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 旅行其实有很多方式 有这种要去到一个地方 很早就计划好了 然后做好攻略 还有一种说走就走 就像你唱的歌这种 我觉得你说走就走的旅行特别的多 我没什么计划的 都是直接机票就走 然后转机的时候 再开始有网路 然后iPad拿出来开始订饭店 先走了再说 所以当时像我是歌手一玩 你就买张机票就走 去古巴 对 去了古巴 很有特色的地方 一个很不容易去的地方 感受怎么了 太棒了 因为那里没网路 就可以专心地来投入在景致中 为我而生的国度 去古巴看到他们每天 四件事 吃饭唱歌跳舞喝酒 没有其他事 整个国家 挺舒服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我们迷失在那个陌生城市里边的这样的一种惊喜 你会发现当地的人文 当地的居民 会有这么多 不管是淳朴的民风 还是说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情景 其实这些都是会成为我们旅行中的回忆 所以旅行中的地方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利尔我看他有一张照片 应该是在撒哈拉沙漠 哇 因为你带有 你看有一个头巾 那一张 那是在撒哈拉沙漠吗 是的 那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我一年半以前 一年半以前 我们大概有十几位朋友 我们就决定到撒哈拉沙漠 去进行十五天的一个沙漠之旅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绿洲中的一站 然后不管是头饰还是服装 我们就按照当地的习俗 就是进行了装扮 感觉到完全融入到当地的这个情景当中 蛮有意思的 它是在北非吗 在北非 其实我们是从摩洛哥 摩洛哥进去 这是我最想学的地方 而且蛮有意思 到卡萨布兰卡那一站 正好是叠中叠第四还是第五 那一集刚刚播放 而那一集就是在这些地方去拍摄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在当地 能够看到那个大片的上映 很有意思 沙拉沙漠 当时我看那个三毛写的书 就让我特别神往 其实真的是抽空一定要去 看那个进库的说话了 我们都吃了 刘总您来一串 这点入乡随俗 真好真好 边吃边聊 刚才说走就走的旅行 利用您多吗 因为我说你公务繁忙 所以这种说走就走 是不是大部分就是工作上 可以说走就走 是吧 对 其实你看我等一下飞纽约 因为像这样的这种出差的任务 其实可以说都是在临时安排的 当然我的工作的原因 我不管是纽约还是巴黎 还是说是上海北京 这四个城市我感觉其实是经常在游走 对 但是这种说走就走的感觉肯定跟信所描述的那种 也是为工作对 为工作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 工作人员还是有一点这个压力的 其实他的我觉得应该界线会比较模糊 对 他就算纯粹旅行 他看到别人的饭店什么 他还是会开始动脑筋 对 他已经职业病 有些 我觉得信说这句话特别对 有之前做游轮 现在又做酒店 然后我就觉得旅行似乎也不是那么纯粹了 嗯 其实工作和和和自己的出境 结合在一起 对 我们会 我界线确实不是很清晰 但是我一年的一定会抽出两段比较长的时间 一个是在冬天一个是在夏天的 都要做一次比较长途的一个一个自我旅行 就是跟着家人跟着朋友的这样 比如说我们曾经几年以前 我组织了四十多位朋友 我们坐游轮到北欧 然后呢 两年 你去过 没有 我说下次怎么走 下次 好 下次我们就在明年的夏天 对 对 真的是 要记得 好 有没有微信 等一下 加一下 等一下 加一下 对对对 或者是LINE 对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撒哈拉 包括我们去 地中海周边的这些地方 或者说是我们下一个计划呢 是一帮朋友要去南极 要去南极 这些呢 都是跟你工作毫无关系 因为你工作永远不会去到这些地方 等一下 你要飞过去还是坐船过去 先飞到阿根廷 我知道 阿根廷最南角有一个叫做乌帅亚 然后从那边再坐船 两天两夜 不间断的 然后才能够到达南极的陆地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呢 你要 你可以坐飞机啊 为什么 但是南极没有机场 没有办法 南极没有机场 只能有一条路径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个除了住以外 我们的行出行 其实整个过程 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 因为这两天两夜你坐船 从大陆 从南美洲最南端 到达南极这两天 其实是我们人生经历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真的是 那个是最痛苦的 蛮重要的一程 那个去的人告诉我 都快要疯了 是的 那是最险恶的海峡 当然你要碰运气 有的时候会风平浪静 但是大部分情况 你可能会碰到 非常险恶的天气 如果我去的话 我在阿根廷等你 太好了 又一次约定 对 所以我觉得 那个太好了 因为我会晕船 很有意思 你晕船啊 我也是有晕船 要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你晕船 像那种大的游轮 海系 或者是平静的海 海系 哇一稍微不行 哇那真的没地方跑 是的 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晃 走到船头去 你还是会晃 但虽然这个我也晕船啊 包括像也很辛苦 但是真的 我觉得人的一生 应该要去一次南极吧 其实我也挺想报名的 好啊 那我们走船吧 对啊 而且我是觉得 像信去过太多的地方了 就是难得 还能说出几个地方 让你有欲望 有想法 说我也要去的 这还是很难得的 对 因为其实已经有两个 有两个了 北欧南极 我们很期待这个 明年的这个 40人的这个团 要去研究 等一下我们就 进一步计划一下 我们明年怎么样 再出行 好 相悦还有信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信的 说走就走这首歌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呗 谢谢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 说走就走的精神 说走就走能哼两句吗 大概 我们说走就走 我们说走就走 从伦敦到银座 太好听了 来 咱们以酒 以水 以水带酒 干一杯 Cheese 来 Cheese 好好好信 我们北京的这些 有代而音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 我让你猜猜 你看你不是经常来北京 经常来北京 北京话其实有一些 不是通过字面 可以表现的意思 老炮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 什么意思 董小刚 老江湖 就是那个样子 对啊 老江湖 那我再来一个 那个One Night in Beijing呢 因为唱的是北京之夜 是 那我问你刷夜是什么意思 对 刷夜 过夜 不对吧 不完全对 刷 刷 刷 就是刷 刷子的刷 夜晚的夜 就是 就是 等待夜晚 刷 不对 嗯 熬夜 啊 差不多 对了 对了 感觉上 刷夜就是 一夜不睡 一夜不睡 熬夜 按重了 所以以后北京人 再跟你说话呢 这些暗语 我相信你都 能听得懂